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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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都有个性 都与众不同 都行动都不顾及后果 那么有一种反社会主流价值的那种结狼性 另外一篇小说是吴主席辩奏 徐兴写的 他讲述一个自以为没有出息的青年 他朝书一切 世俗规范 拒绝成名成家 对学院教育赤之隐蔽 他是写主人公我 是北京前门全聚的烤鸭店的一个跑堂 但是他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整理那些挽七八糟的 杯盘栏机的这样一个桌子 然后把它又弄得很干净 铺上雪白的桌布 然后放上杯碗 碗筷 他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写小说 他写小说就拉纸条 写一个扔到抽费里 然后他遇到一个老Q 跟老Q一见钟情 老Q是一个学院的激进女性 他们是去听一个音乐会 然后他手上那个年代 因为要认识女性不容易 都得找各种借口 他拿着两张票 就装作多了一张票 这个女的就从他手中 拔过一张票就跟他一起进去 其实他其实是想挨着女生坐 然后就跟他搭话 跟他搭话 这个女生一看 这还是有点文化 两个就弹起来了 弹起来当天晚上 他们就发生关系 在当时这个小说是 被作为一个非常惊人的方式 在大学生中传送 就是他们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说这个 就跟他跑到他住的地方 然后在一架铁床上 然后这个老Q 他说我帮他扣着 扣着横七竖八的带子 我读这个小说已经24年了 我从此之后再也没读过 但至今让我想起这篇小说 我就想起这句话 帮他扣着横七竖八的带子 那么很可怜 到了1985年 我还搞不懂什么叫做 横七竖八的带子 一直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但后来比较有生活阅历的同学才个解释 当然就觉得这个非常神秘 觉得这个非常激进 觉得非常激进 那么这些行为都是作为反社会的 灭失 成规救习的 觉得很大胆的向社会主流价值挑战 觉得他们有一种气质 有一种非常这种我心我素 能够把自我的这样一个行为 放到和社会对抗的这一种立场上 所以这个老Q呢 要他去成名 要他去成为这个作家 要他这个要他这个如何如何的有成就 但他非常不屑一顾 当然这里面还写到 他进入了大学的校园 和那些所谓的大学生 在那里这个打牌啊等等 他嘲弄了大学生 什么精编伪政权啊 什么七七八八这些论 这个小说其实的 他表现另一面 就是徐兴做的 徐兴本身是没有上过大学的 也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这个文学教育 凭着这种才气 当时写出这么一种小说 他们两个人都受到 李陀的高度的这种推崇 所以在八十年代呢 李陀是一个推崇 推动现代主义的 现代主义的这种风云人物 大家也注意到 就是像刘索拉和徐兴 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 能够持续写作的大的作家 徐兴在中国文学史上 徐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存在 他大概只写过一篇小说 然后就在文学史上留下来 而且他一辈子就可以靠这一篇小说生活 他谈了无数的 有无数的 我不知道无数可能不恰当 可能有过很多的外国的女朋友 就凭这一篇小说 法国的 英国的 美国的 德国的 他呢 他是为中国人民长了志气 这是一篇小说 那么 后来呢 很多年之后 他写了一本小说 叫做 剩下的都属于你 这已经是前几年了 就二十年过去了 他写了一本小说 叫 剩下的都属 剩下的都给你 那么 都属于你 这个 大概是2004年左右 正式出版是05年 我是看过他的打印稿 那个 但是他的作品的发布会 其实显得很冷清了 但是 我没有去 那么当时 这个 虽然说我对他很尊敬 但是我没有去 这个是很常会 那么当时 有人就说 为什么徐昕的 发布会 没有人去 那么 有一位 也是很著名的 批评家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为什么 徐昕的作品发布会 我们都要去 为什么 就是说 就是说 不去不可以吗 为什么 我们都要去呢 当然 我觉得徐昕 在那个年代 他是有他的挑战性 但是确实我们 可以看到文学史上 有一些这种作家 大家看到像 麦田的守望者 这些作家 他也只写过一本小说 因为他很多 只是依靠 个人的经验在写作的 他完全是把个人经验 这个 展现出来 然后 后面他就没有后续了 所以写作 文学写作 虚构文学 他还是需要有一个 强大的虚构的能力 以及在文学方面的 强大的想象力 他才能够持续的 这个 持续的变化 持续的发展 他在这部小说里面 他是嘲弄了大学的教育 他标榜 他是一个 不愿意入流的 不愿意成为主流的 反对主流价值的 那样一个边缘的 局外人的那种青年 所以在当时认为 他这种多余人和局外人 他是 显得非常的有个性 所以被认为他 那是属于现代派 所有那些 反主流价值的 反现实主义的 都被认为是现代派 这个是徐姓 那么这个是当年的 刘索拉 是非常的漂亮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因为化妆 但是这个是 已经不是他最年轻的时候了 据说他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颇有 颇有姿色 这个 我记得这个李杰啊 李杰曾经这个 多次的跟我提起过 那次我到上海去看他 我那时还没有跟他交恶 还是朋友 他就说 我到北京 刘索拉 请我吃饭 后来这个 过了几天 他又跟我说 我到北京 刘索拉请我吃过饭 那第二遍 第三遍 他又说 刘索拉请我吃饭 我说 我说李杰 这次我来 你已经第三次 跟我提起 跟刘索拉吃饭 我知道 这是一个莫大的龙语 莫大的 这非常值得记忆 非常值得记忆 所以可想而知 就是说 那个时候 写过一篇小说 刘索拉 在这些 这个 男性的想象当中 是一个 是一种什么一种状态 是一种状态 那个时候 女作家 富毛麟角 年轻的女作家 又更是富毛麟角 年轻的漂亮女作家 就更是缺无仅有了 所以他 一举成名 徐兴呢 相比较起来 也是蛮有特点的 这看不到他年轻时候的照片 没找到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非常有特点 但是能够以这样的形象 为中国人长志气 我觉得 确实是很了不起 是吧 确实是很了不起 那么在艺术上 我们也很难说 这样一个被称之为 现代派的小说 它和传统的现实主义 有多大的区别 是吧 其实呢 我们那个时候 有一种错觉 我们强大的 这样一个叛逆性 还有反抗性呢 我们其实是 它的直接的对立面呢 还是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 就是在革命的理念底下 来展开叙述的 比如说 写工农兵啊 这个 比如说以工农兵为主角的 这样一个经典的革命文学 另外一种是革命的历史叙事 这样一种文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现实主义的这样一个 对人物和故事 以及叙事的这种完整性的 这些的关系 其实在我们称之为 现代主义的这些小说里面 它也都存在 它并没有说完全的 和它进行一个决裂 我们看到一些极端的 西方的现代派的作品 它显然是有 本身这些作品 本身孕育了一种 新的一种哲学观念 孕育了一种 对世界新的一种看法 我们说 比如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他本身表达的是一个 现代的 或者我们称之为 现代主义的 这种观念和态度 对世界的 这种不可知的 世界的荒诞性 这种虚无的 这样一种价值观念 它是有一整套的 这个东西 在艺术的表现上 他用了大量的 这种意识流 很极端的文本的表现 像那些布鲁姆 布鲁姆的妻子 那种想象 甚至里边的那种 非常极端的 对身体欲望的那种表现 这些都可以说 和当时西方的主流价值 构成了非常强大的 冲击性 所以他的现代主义 是这么来表现的 那么像喀妙的 像《菊外人》的《鼠疫》 这些作品 在一个现代主义的意义上来说 它表达了 人和世界的那种 荒谬感和虚无感 喀妙本身的 这种西西夫斯的神话 他本身对 哲学和世界这种关系 就有非常独到的论识 那么萨特大家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的恶心 他的肮脏 那么一系列的这些作品 也可以看到 他本身背后 有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 在背后支撑 而这些哲学 是他们自己领悟的一种哲学 同时也是小说的文本中 所展现的 就是小说的文本中 展现的哲学思想 是一种新的思想 就是在当时 就是说和这样一个 已经有的 即使是存在主义 他的文本中 他展现出来的 存在主义的哲学 也是新的 相比较起 哲学的 原理的 那个意义上的阐释 它是新的 比如说像喀缪的 居外人鼠疫 他和萨特的 产生的存在主义 就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文本本身 它是标志着一种哲学的 一种大事 所以在西方 我们说现代派的文学 现代派的文学 本身它是一种哲学 它首先是一种哲学 我们说存在主义哲学 当然它有 它很复杂的哲学的背景 对吧 我们说它可以从 海德哥那里找到 这些纯粹的哲学家 完全的哲学家 但它在很大程度上 这些文本作品本身 它是一种哲学 那么当我们来看 我们中国这样 单薄的这种作品 你很难说 它有自己的哲学 是吧 它有自己的世界观 它表现当然相对 要简单得多 它其实也是对西方的 一些思潮的 一些简单和直接的 一种回应 那么我们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同时也看到 它在中国 当时本土的这种语境中 我们有强烈的 这种时代 这种需求 对占据主导地位的 起一种支配作用的 那种思想规范的 一种反叛 在文学上 文学的表现手法上 我们也很难说 它有多大的创新 有多大的这种裂变 其实我们看一看 文学的形式方面的变化 形式方面的革命 它是很有限的 在西方 它最激进的 也是到了这个六十年代的 实验小说 是吧 那一批呢 像 John 巴斯 巴赛 福尼哥特 拼庆 苏川商堂歌 这些人 像这些人的作品 它实验性非常强 形式 形式感非常强 那么它是以这种方式 来表现出现代主义的 或者说 后来又被命名为 后现代主义 但是在整体上来说 我们看看 整个历史发展下来的 文学的革命 文学的变革 它的形式的变化 它还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在中国 真正形式大的变革 是直到先鸿派的小说 是吧 它以那种方式来叙述 这种形式变革 是包括它整个语言方式的改变 整个语言的改变 那么在中国 因为它其实 有过多次的变革 一次的变革是白话文学 那么我们对先鸿文学的理解呢 还没有上升到一个语言的层面 或者说语言变革的层面 在白话文学之后 我们一直以这种方式来展开我们的文学 即使我们称之为革命的文学 革命的文学本身 它是一个白话文 也是一个白话文运动 革命的白话文运动 这里边我们可以说 它接受了很多 这种中国传统的资源 像这些作家 赵树立也好 周立波也好 接受了一些传统的文学的资源 但是它整个来说 它还是在现代白话文的 这种基础上形成的 这种现代白话文 还是简朴的 这个明细的 规范化的 这样一个表达 它崇尚一种简洁明细的一种表达 整个是这种 这种风格 那么一直到八十年代 才孕育着一种语言方面的一种变化 这个其实我觉得 王某先生的这种 王某的意识流小说 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种语言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是 它应该是 最早的具有实验性的 当然 王某的实验性 它不够彻底 不够彻底 它的不彻底性的是反映在 它依然是有它的 所有的故事 叙事的 现实的可还原性 它有一个现实的 根基所在 这根基所在 既是它的优点 也是它的弱点 它的优点就在于 王某的作品本身 它始终是有一种现实的 能够榨根在现实的一种土地上 它可以是直接的 和现实发生关系 虽然说它有它的意识流 是吧 春之神也好 蝴蝶也好 它始终有它 现实的指向性 就到了先锋文学 它割断了和现实的直接关系 它是以隐喻的方式 象征的方式来表现 它完全形成一个 自足的这种语言的层面 而在这个语言的层面 它可以完全改变了汉语的风格 不再追求明细 简洁 而是华丽 甚至浮华 堆砌 优美 纯粹的语言 在这个象征的层面上 它才去重建它的意义系统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看到 那么八十年代中期被称之为 八五星朝 一方面是现代派 一方面是荀根派 它的语言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 新风派的这种语言的变化 是突然间形成的 刘索拉和徐星 它所表现的那种躁动不安 那种和主流价值截然反叛的 那种立场和姿态 它是也起了一种作用 而这些的小说呢 它确实试图 在一种语言的一种方面 给出一种革命 给出一种革命 当然这种革命的有限性 也是它 我们不得不看到它的一个方面 这些文本呢 它的表现都是 不再是以非常完整的这种叙事 它充满了一种激动不安 充满了骚动不安 这个小说一方面是情绪 是吧 一方面流动的是一种情绪 另一方面流动的是一些 从这些人物的行动和语言中 所抛离出来的那些句子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人物说出的话 都是非常的违背常理 而且呢 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 是吧 它尽可能把这种 对这些人物的叙述 和这些人物表达出的语言 都非常的具有个性和反叛性 所以这就使这些语言无形中呢 具有了反叛性 大家理解吗 就是说它并不是冲着 语言本身的这种反叛性去写的 它首先要表达的是 这些人物的价值观 立场 姿态 个性 是吧 但是描写了 它的这样一种存在状态 这种描写的语言本身 也从这样一个存在状态中的 分享了它的叛逆性 而这些人物说出来的语言 话语 也具有了一种叛逆性 所以你像董克 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是吧 然后玛丽 和那个李明 神神叨叨的那种语言 这都不是我们过去的 小说中所能有的语言 是吧 然后那种小说描写的 那些人物本身 也使这种描写本身的语言扭曲起来了 大家去看一看 他写这个孟也和那个女作家的那种状态 是吧 你会发现这些语言本身也被弯曲了 所以语言它会复着在 他所描写的对象身上 发生一种变化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有些语言革命是非常吐朗的 它是有很明确的语言革命的意思 像我们的白话文运动 它是整个 就是从古典的语言 文言文 它变成白话文 但是呢 反过来 我们这么一种语言的变化 它会依附在你所表现的对象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像革命文学 这个语言变化有多大 赵树里的小说 它对白话文的变化有多大 它追求的还是一个 语言的和世界的直接的关系 名气的关系 但是到了八十年的中期 追求的是什么 纯着是语言本身的美感 语言本身的感觉的层面 所发生的一种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